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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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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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不去了 前面有蛇人 大哥 什么情况 蛇人国的人 难缠得很 蛇人国 蛇人国 是吗 大家先不要动了 我们还是绕一条路吧 咱们以前都是走这条路的吗 之前 莫家把神人国灭了 所以太平了好一段时间 不过最近出现了一股势力 又在打压莫家 莫城也因此生死未卜 神人国也恢复了往期 看来 我们这条路以后是走不通了 咱们就走这条路吧 或许我能给大哥哥一点便利 得知真 永不容易 先照顾 你去乔断 Greene 劝我 我少许我 真的让你来 我去乔断 你去乔断 又不快 你去乔断 我偷他 要退 我去乔断 你去乔断 是青莲哪 蛇王陛下 真的是你 做将军了 回蛇王的话 是 蛇王驾到 速速参拜 快 再见蛇王 大哥 你什么时候当着蛇王了 之前呢 帮过神人国一点小忙 稀里糊涂当了蛇王 不能当真 天灵 这是我大哥二哥 他们的车队要过去 你们放心吧 是 陛下 让车队过去吧 对了 把云兰宗和星云阁的人留下 待会儿有话要问他们 好 老二 你去安排一下 让马车过去吧 好 陛下 陛下 参见陛下 莫巴斯 大哥 来 来 昨日还是叛徒 今日就成陛下了 这差别 就算天下人都不容蛇王 蛇人国也不怕 因为蛇王的仇人 就是我蛇人国的仇人 蛇王 随我用了餐再走吧 好了 不了 我们还得送货呢 这货要是晚了呀 是要扣钱的 这 我现在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佣兵 对了 以后如果莫铁佣兵团要过 还得麻烦你们了 是 莫铁佣兵团的兄弟 就如我蛇人国的手足一般 绝不伤害 辛苦了 请回吧 恭送陛下 恭送蛇王 好 轩儿 大哥 我们走吧 好 等一下 萧鼎大哥 萧鼎大哥 萧大拇指 你跟蛇王说说 让我们天下佣兵团 以后也走这条路呗 让蛇人国也别拦我们了 要不然从这一绕远 又多好几十天哪 现在不是谈买卖的时候 我要知道你有那么厉害的弟弟 王八蛋才惹你呢 昨天在半路上接你们 那不是我的主意 昨天还带着一群人追杀我和我弟弟 怎么着 今天就一推六二五 庄左什么都忘了 不是 这 这他们我也惹不起啊 我 我这 我们不是一会儿的 是他们昨天哪都逼着我看的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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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来了 谁来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哥俩都成这样了 你还不敢放我们 是 我要杀你们你们早死了 二弟 你给他吃了什么 这是星云阁的断魂絮身伞 吃了这个以后 他的断魂就能絮身 那 二弟 二弟 我知道 你们袭击萧家伤队 是受人雇佣的 你告诉我 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害没有斗气的伙计 你们只要如实告诉我 我就放你们一马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是最起码的世间道义 世间道义 你们杀害没有斗气的伙计 就有世间道义吗 其实 我们也是被逼的 我所有兄弟的家眷 都在他们手上 他们是谁 他们是谁 疼 二弟 二弟 兄弟 你放了我二弟 你放了他 你有什么气 你冲我来 我求你了 我给那做牛做马都行啊 我求你了 二弟 我已经用斗气帮你弟 把那个丹药炼化了 七日之内 他的断魂就能絮身 斗气的话 应该能够恢复司成 是墨家 墨家 又是墨家 墨家势力十分庞大 他们聚首在荒漠之中 是洞气大陆 第一富有家族 机关暗道 武器也炼 天下地 他们挟持了我们拥兵团 所有弟兄的家权 让我们袭击萧家商队 我不敢不一啊 听说也是他们出面 请来云蓝宗三位剑客 以后若是让我听到 郎头佣兵团还在继续作恶 我定来灭了你们 好自为之吧 参见女王 臭小子 喊我出来干什么 我想灭掉墨家 他们不是你们的老对头吗 所以找你商量一下 等我九转宫城 吞了青莲地心火 他们谁也跑不了 又不找你出手 是 女王大人神功盖世 天下无敌 这个我自然知道 只是这墨家的手 已经伸到了我萧家 我不能不出手 就凭你 我神人国亲一国之力 都斗不过墨家 你以为你是斗弟啊 这个不敢当 只是这天底下的事情 等到用刀剑解决 那就已经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我有一个主意 把它打到墨家内部去 需要你们配合 什么呀 乌坦城萧家 萧炎要见墨城 让他给我滚出来 你来了 告诉我 为什么要和萧家作对 你们的背后主使 又是谁 哪儿来的毛小子 也敢来我墨家送死 你 你怎么会有 还记得我吗 我们在蛇人国见过 幸福 哪儿来抚不得我 哪儿来抚不得我 你喜欢的 我这次来是跟你交易的 我用青帘地心火和美毒沙 换刚才那两个问题的答案 如何 你喜欢的东西 对我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至于这美毒沙女王 戴在身上 更是一个雷阵 你要是想要 给你便是 那青帘地心火呢 真舍得 你换 还是不换 跟我来 说吧 臭小子 你到底打了什么鬼忠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不过 我是来找你交易的 只要你告诉我 你们对付萧家的真正目的 和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我就把青帘地心火 和美毒沙女王 交给你 那你得先把异火和美毒沙交出来 否则 你休想离开这里 你可想清楚了 这要是动起手了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的义伙 和女王了 臭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就算我说了 你对付得了吗 你只需要告诉我他们是谁 至于能不能对付 那是我的事情 不行 不行 我还是不能收 那些人我末将可得罪不起 既然如此 倒还真是有另一个法子 你去告诉他们 就说你抓到了萧家的萧爷 他们自然会来找你要人 其他的 你就可以不用顾问 此话当真 我们萧家人做生意 一向信手承诺 一诺千金 义皇 好 青帘地心火 我可以给你 美杜莎女王 我也可以秽给你 到时候你只需要按照约定 把我交给那群人就行了 好 我信你 这是我们莫家的如意寇 从进门到这儿 步步都是 如果你刚才说错了一句话 你已经死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真正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莫道当家的 清廉地星火已经给了你 这美渡沙女王也在你的手上 我呢 还中了你这个莫家的如意寇 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 我也翻不出什么浪 你呀 就放心地把我交给他们吧 算你聪明 这如意寇 就算你是窦皇也争不开的 我会来 你不仅然是窦皇也 这么知道 要吗 给你 走 我 我 老观 你为什么也带着链子 你的眼睛 可是那碧眼三花瞳 竟然真的是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在这里 蛇人族还有多少妇孺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蛇人的意义 叶妻 送给你 来 你 拿到清廉帝心火 当家的神功炼成 墨家以后 就是斗骑大陆第一家族了 脚踏云兰宗 灭掉清远阁 甘 听说这个姓萧的 还是萧家族长萧战的长子 这些纹裤子弟 没脑子到这种程度 也该是败亡了 不过 这是我们的好机会 那你倒说说 这是我们什么好机会啊 五大家族衰落 魂殿入主斗骑大陆 咱们墨家就可以从边陲之地 走到大陆中央了 魂殿不会久居在这儿的 所以 这是咱们趁势而起的 好机会 恭贺大当家的 恭贺大当家的 二当家回来了 当家的 起来 怎么说 大人已经答应了 明早尽快派人赶来 你怎么对他讲的 我按照当家的意思 已经告诉了他 我们经过苦战 击垮了萧家 活捉了萧炎 可是 我们墨家却损失惨重 马上就要成为 斗骑大陆的公敌了 还请他范先生 多多照顾 好 好 来 干 人家 要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谁 你在墨家做奴才 都忘记自己是哪族人了 将军 见过蛇王了 蛇王 现在蛇族执掌权力的 是蛇王陛下 正灌在墨家的监狱里 不错 谁 我来 我来 people 都 识 识 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麟 吓了你 还不快滚出去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早知道这么容易就到手 我墨家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说吧 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啊 当家的 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 奇怪 奇怪什么 萧炎这个人 据说是萧家后辈当中的佼佼者 他怎么肯乖乖地交出蛇王和一伙呢 只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就算他查清了 他怎么和魂殿抗衡呢 他会这么傻吗 是啊 可那是他自己的事啊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对 这清莲地心火 你看对吗 对 美杜莎呢 也对 那就算这臭小子有通天彻地的本领 他能从我们的地牢里逃出去 不能 明天一早 魂殿使者就会将萧炎带走 那是他自己要见的 怪不得我 至于他是生是死吗 我有什么可操心的 萧家已经没落了 你多虑了 当家的 我们虽然为魂殿所用 帮他试探萧家 可是这清莲地心火和美杜莎 毕竟是人人所羡慕的东西 假如让那位大人知道 我们从萧炎身上 拿走了这些宝物 那他会不会反手 把我们给灭了 狡兔死 走狗烹啊 这个我考虑过了 等我吞了这一火 炼化了美杜莎 吞了他的魔金 恐怕魂殿的那几位 也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明日起我会去闭关几日 家里的事就全交给你了 清临 主人 准备一下 明日我要闭关 闭关啊 需要几日啊 什么时候炼城 什么时候出关 来 来 过来过来 看看这是什么 看出来了 是 是女王陛下 这七彩吞天马 是上古一生 等级在所有魔兽之上 他体内的魔精非同小可 只可惜啊 明日就要被我所享用了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活下来吗 主人恩仲无善 主人要我的眼睛 是 你的碧眼三花童世间罕见 你要感谢你娘 要不是你娘给了你这双眼睛 你走死在蛇人棍那对烂衣里 主人恩仲无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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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练功的时候 需要你的眼睛练药 你走死在蛇人棍那对烂衣里 主人恩仲无善 主人恩仲无善 明天我练功的时候 需要你的眼睛练药 乖 放心 我会让你活下来 好好过一辈子 你就不要担心了 是 开城门 开城门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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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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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